意大利水都威尼斯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 建筑 艺术及文化被列为世界遗产 世界各地的游客都梦想能够造访威尼斯 但当地研究显示 大约80%的游客都只是一日游 消费支出低 无法有效借由观光推动经济 为了管制一日游的人数 威尼斯政府将在春夏季旅游尖峰当中的30天 对不过夜的游客实施收取入城费5欧元 原薪台币174元 如果有没有知识或是没有知识 我们说 这种方法可以进入网站 并且转移得容易 政策实施后 所有前往威尼斯的游客 都必须提前上网登记并取得QR Code 没有QR Code的游客将面临最高300欧元 约新台币1400元的罚款 威尼斯每年吸引约2000万名游客造访 但当地人口仅约5万元 并持续减少当中 过多的游客造成居民生活拥挤 环境破坏 生活方式和文化也受到影响 新台人亚太电视书和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 不明显